大家好,春节过后啊,也就是一个长假过后,我们在上班以后呢,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呀,预防节后综合症,我们都感到很奇怪,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,就和我们大人一样,我们宝宝其实呢,也有节后综合症,只是大人的表现可能和宝宝不一样,比如说我们年长的人,或者是工作一族的人员,我们在长假之后,可能在家人一起聚集,欢乐,欢声笑语之后呢, 我们又来到工作岗位,又开始了紧张的这种工作,可能有一些人呢,就不太适应了,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会出现忧思了,抑郁了,低落了,这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,但是对于宝宝来说,他可能就不是这样的表现,他可能是更直接一些,比如说有烦躁了,焦虑了,而且呢,去发脾气啊,不吃饭啊,所以巨石啊,很多,这就是宝宝的表现,特别是在幼儿园, 在长假过后,我们年轻一族的爸爸妈妈也到职场上去打拼,那么把宝宝送到幼儿园,幼儿园呢,一般在长假过后,前两周都会有一个截后综合症,什么意思呢,就是我们的宝宝在一到两周的时候,一开始食用的过程当中,就会出现发烧啊,咳嗽啊,腐泻啊, 这就是宝宝的截后综合症,那么,怎么样去发现和避免宝宝的截后综合症呢,我在这里给大家几点啊,第一点呢,就是情绪方面,在情绪方面呢,要,家长呢,要学会陪伴孩子, 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,可能是你陪伴的比较多,而且呢,也是比较偏爱孩子,也宠着他,惯着他,想吃什么随便吃,而且呢,睡觉睡到自然醒,其实不好,要有一定的约束,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,他要是送到幼儿园, 因为你在上班嘛,送到幼儿园之后,他和你上班一样,有一定固定的节律,比如说长期在那做四五个小时,同时呢,在家里面的这种轻松环境,比如说他在家里可以看电视,你到了幼儿园呢,可能就是要学习,他就有点不太适应了,所以呢,我们做家长的要调整孩子的情绪,在我们长假快结束的两天时间内呢,就要让宝宝回归到他那种,他的去幼儿园呀, 或者是上学的这种生活状态,给宝宝呢,放松心情,不要太紧张,如果呢,他老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,也是容易生病的,那么孩子有发烧啊,感冒啊,腹泻啊,或者嗓子疼啊,都是生活质量会下降的,这是第一个方面,第二个就是环境方面,那么环境方面是什么呀,我们在家里面,它是一种比较和谐的环境,可能大人就宠着他,灌着他,但是要让孩子呢,有耐错的这种, 意识,要让我们的宝宝有适应环境的这种能力,第三个方面呢,就是生活方式啦,生活方式,尤其是我们的宝宝们,如果说一群,我们的身体状况,欠家的宝宝,在一起,聚集在一起的话,如果有一个人生病,那么一群孩子就可能会病倒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, 我们这些宝宝呢,基本上都是因为,在长假期间在家里面,爸爸妈妈宠着惯着,在饮食上,可能有不当,有的是吃的多了,我们说,食而酒食重啊,这个食重就是吃的太多了,这种情况下呢,家长呢,要跟老师说,给孩子打饭的时候,不要打得过多, 还有一些宝宝呢,在晚上,从幼儿园接到家以后,父母就觉得孩子一天也在幼儿园,也没有管到呢,到了晚上了,回来之后再吃点什么吧,其实有的幼儿园呢,就已经给宝宝吃饱饭了,那么回到家里头呢,就不要吃的太饱,如果要是想吃的话,那么有三吃,一不吃是要做到的, 那三吃呢,就是一,要吃的要清淡,二呢,要吃的要熟食啊,要吃熟食啊,不能吃生食,第三个呢,就是要吃素,为什么要吃素呢,因为素食还是比较好消化的,但是吃素的同时呢,还是要温暖一些,因为从冬天到春天,它有一个过渡期,我们的宝宝的脾胃呢,还是在假期当中,如果说胡吃海塞的话,成年人都会脾胃衰弱, 那么我们对于儿童来说,也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这些呢,都要讲到,同时呢,还让宝宝有一个好的心情,也就是我们家长,要和宝宝随时随地的去沟通, 而且沟通的时候呢,要看着宝宝的眼睛,要面带微笑,这样子宝宝就能够很快接受到你这种正向的愉快的信息,那么宝宝在愉快的成长过程当中,就会不生病或者少生病,好,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